5月21号,他手不能动了嘛 就变成左手吃饭 然后我们去看医生说是中风 中风,然后24天以后 医生说就这样了 就要我们出院 那我去给他住复健 做复健床 复健床住了8天 结果发高烧 40度多 然后就去另外一家医院 做急诊 然后发现是急性的尿道感染 然后我们就住进去 可是他给我们住的是神内科 然后住住 我们一路上都没有停止复健 都没有停止复健的脚步 从一开始 那个复健是到我们的病床 来做复健 然后一直到我们去到 那个复健的那个大同仓 然后做各式各样 站立桌 还叫他车 用手的 这样一路上这样坐过来 还做语言的复健 到最后你知道吗 非常的神奇 就是说医生 最后我还记得最后一次 他问他说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我妈妈居然回答他 妈你回答医生什么 回答什么 哈 他是什么 我是你的什么人 他是谁 哈 他是谁 啊 那后来 就他就说是doctor 真的 就医生非常的讶异 那而且在那天 那天的隔一天 我跟他练习 他可以从一数到一百 这影音都在 影音都在 那原来是从一到十都不行的 然后来 就是说 对我来说 复健 让我妈妈气死回生 这样 那 他做了很多的 很多的 语言治疗什么都有 哈 那然后到最后 可以一到一百 而且 七二六 是我妈生日 那天我们去上那个 那个那个 去做那个语言复健的时候 他还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给那个医生 给那个语言治疗 医师听 对不对 妈妈 是哈 很棒啊 对不对 他就 他还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给 给语言治疗师听 这么棒 对 可是 一夕之间 不知道为什么 礼拜六 我再去的时候 那是礼拜五的事情 礼拜五的 那个影音有炸到 礼拜六 去 他流口水 不能吃饭 那早餐 喂不进去 结果 后来 那到了 我一直跟医生讲 后来到了 礼拜一早上都没有 我就非常着急 我就去安排 就到了礼拜一下午 我们主治医师来了 说 可能 可能 是中风 二度中风 但是 我从礼拜六 礼拜天 因为你知道 中风 那个 前三小时 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直在讲 都没有人要听我的 我就很着急 我就安排了 我们就又回到第一家 中风的医院 因为在第一家的时候 我们有得到非常好的 response 所以我们又回来了 对 那我们回到那边以后 就又重新开始 可是这一次的路更艰难了 因为这是 对他们来说是 二度的中风 但是实际上医生告诉我说 他不是二度中风了 在这之前有很多的小中风 只是那个医生没有察觉 而且也没有针对 这个中风的部分来治疗 后来我也有去看过精神科 精神科告诉我说 其实 这个小 小中风的事情 是常常 经常发生 只是人 没有注意 如果他的身体 没有特殊的状况的话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 把他认为是一个中风 所以这是 那个精神科医师告诉我的 只是觉得说 怎么阶段性的往下掉 他的 他的状况 阶段性往下掉 但是因为他还是可以吃饭 洗澡睡觉 一切 一般都认为这是老话 你能求什么 这是医生告诉我的 一般人 对于中风的不了解 所以不小的那个掉下来 其实就是一个小的中风 那时候如果去 去做好好的 适当的 那个处置的话 他是可以回复的 那个那个 那个掉下来的 那个功能的地方 是可以回复的 但是一般人都不晓 这我们也不晓 那只有到这样 那个手已经 没有办法 右手没有办法动了 变成要左手拿完的时候 我们才注意到 否则的话 我们都认为说 老了吗 你能怎样 对 以为都是老话 所以现在的问题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回来了 我们本来想要住 复健床 那但是 我们有一些 家里里面 有些顾虑 所以我们就回到这里 我们没有去 没有住复健床 主要是有一个担心 就是说 恐怕医院里面的 细菌的感染 因为我们在 最后住院的时候 有KP菌的感染 所以我们也是有这方面 KP菌 KP菌 KP 对 KP菌 展展 它 有 那所以呢 我们就回到了 这个安养院 那我现在的想象 就是说 我们虽然 我不敢期待 像第一次 我们可以恢复到 从一 数到一百 可以唱歌 可以唱那个 什么Happy Birthday 可以唱到一 那时候我们唱歌 他都跟着我唱 那我也有影音留下来 但是我希望 就是说 至少至少 他可以翻身 因为他现在 我们以前在那个 第二次住院的时候 他不需要人翻身的 他自己会翻身 其实在这之前呢 他在 在第一次送风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跟他翻身 每天晚上 那个护士会进来 每天晚上有三次 十二点 两点 四点 跟他翻身 其他的是 是我们看护 跟家属的责任 但是深夜的时候 医院的护士 他们有 他们会进来帮忙 这样 让家属 跟他可以休息 你是说在医院的时候 对 最近的时候 在医院的时候 有 有做那个 站立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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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摇高 对对对 但是呢 我们这站立床 也是 最近 才 因为我们去到 那个 去到那个 我们 这是第二家的养护所 第一家养护所的时候 是没有的 没有 没有做 没有去做福建 那后来我觉得 这样不行 我觉得要 那就是福安 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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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住福建 那我们 在那里住了 十几 大概两三个 三个多礼拜吧 那 那个是 七月二十八号 租进去的 那今天 就快快一个月了 不到一个月 大概差五天 一个月吧 那 所以呢 那但是在那里 都没有去做福建 只有最后 就是 上个礼拜一的时候 我决定要 带他去做福建 才做了一次 我们在阳明医院 做了一次福建 那一次我们有做 有做站立床 有做站立床 然后有做 桌是这样推到 不是讲错了 床 就站起来 站起来 绑着脚跟胸部 那种 有做 然后有做那个滑 脚的滑着 滑步机 有做滑步机 然后有做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手 在职能治疗的时候 有手 就是手上下 他本来要做脚上下 他说因为这个椅子 这个轮椅太小了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机器呢 要宽一点的 所以他说 我们这个椅子不行 他说叫我们 下次去的时候 先到门诊处 去换 去用医院的 那个 轮椅 换医院的轮椅 才可以做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又再回来 希望说能帮忙 手握起来可以吗 然后就是说 老师还是要帮他 要动一下 对 我们需要做被动 对 被动性的运动 被动 是 治疗 对 对 然后可能我们还是会配合一点 手脚的一些电刺机 我们曾经也做过那个电疗 对 多一点电子机 还是自己他手脚的一个活动 可以热敷吗 需要热敷吗 可以 不可以 不见得一定要敷 不就是让肌肉放松 舒服一点 我是想 我是想任何能让他舒服的东西 我都可以 是 热敷 热敷 当然还是要注意一下说 要反正怕坐 放太久的时候 没关系 我会在旁边 我会在旁边 这样可以让他热敷一下 没有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想放松一点 对 然后除了老师说他手脚动之后 我想说可能让站立坐是15分钟 那个倾斜床 那个叫倾斜床 那叫倾斜床 倾斜床就是绑着 把他腰高 对 那还是要让他就是有站立的感觉 对 我们在那做15分钟 起码也做15分钟 对 在那边他们有帮我们 挂上那个 有一个monitor 看他的心跳 血压心跳 这边有吗 因为我们有特别 没有特别 就是monitor 因为担心 看他的一些症状 不是 我们一开始 当然会慢慢的 这没有血压 可以monitor 我们不是monitor他 就是不是一直monitor 你自当可以量一下 对 因为他会叫我 因为那个老师 他不会一直在你旁边 他就叫我看 如果有什么现象 就要去通知他 当然是我们会在 你最好在旁边 在我们这边也会看 当然不舒服的时候 对 只是说摇的时候 怕他因为太久没有 怕他那个血压 突然间降得很低 可是如果现在就比较好 其实我们就是慢慢慢慢的 失灵的话 应该是还好 所以不需要用那个 一般来讲 什么不需要 他们有用挂一个 后来到阳明的时候 是挂那个心跳的 夹着手指头 然后他告诉我说 到多少的时候 就要去叫他 都没有到那个 所以那个就还好 所以你那边其实已经有试过了 对对对 那其实应该是还好 但我们会看他的一些反应 什么那个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对对对 但我们也是会慢慢慢慢跳 我们不会说一直把 跳得太高 也是站得太久 那想说应该是慢慢这样 但慢慢站就是 让他的心跳啊 血压 这样就是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不要一直坐着 一直坐着的话 他一些必发症啊 什么的 症状会比较 伏作愿会比较 就是一些功能 还有比较退化 是 所以当然就是让他多站一点 会比较好一点 一些新强的功能 是 但现在来讲 可能就是先这样 是 当然可以给他多一点点的刺激 是 是 等他出去逛一下 动一下 就跟他讲话 然后手脚都让他动啊 这样子跟他肯定会比较好一些 我也是讲 就是说 是不是 因为我不知道他 因为坐这么近嘛 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也许可以先做 因为在别的地方他电疗是一个时间 然后其他又一个时间 他这样 我们是 我们那时候住复健床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天下去两次 一次是早上去做电疗 那一次是下去做复健 那我不知道在这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让他不要一次太累 所以我们大概一天就只能一次 只能过来一次 对 那就是让就是说 时间的话就是要看他可以容忍的时间 但刚开始时间不用那么长 哦 我是想说 因为就在那里嘛 所以我们可以过来给他做 做一下这个电疗啊什么东西 对 然后玩了 再另外一次 那是可以每天来 哦 不能给他放两次过来 就不必一次这么长的时间 是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做 不行哦 对 哦 反正是不同的人嘛 是不是 你们是同一人 不同的 不是我们健保就是一天一次 这样子 哦 很奇怪 我们在附件 在那个 可是你在住院的时候可以啊 因为住院的时候 因为一整天都是在医院里面 哦 可是我们治疗的疗程 就是一次就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一天去 两次的疗程这样子做 住院的话才行啊 住院的话就是一整天 在帮牙牌怎么样的治疗 你可以先做这个 那你一整天在医院里 你知道先做这个 再做这个 那我们的话是一次把它做完 没有办法再次做 嗯 嗯 因为我们不是 不能flexible一点吗 因为对你们来说反正 可是因为我们每一个时段 有每一个十分不同的病人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做 嗯 我们在医院里可以 心里比较坦心 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没有办法这样做 嗯 OK 先这样子先试试看 对 好 好 好 谢谢 不会 我还有一个人 优优独播剂 对